伊斯兰党近日推荐MyOnePass手机应用程式 实现该党治理与管理数码化的议程 但软件专家指出 该程式绕过了安全协议 用户遇到恶意软件或是其他危险软件的风险更大 软件专家对伊党所推出这款应用程式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 因为目前该应用程式无法在任何平台上下载 而是以Android软件包套件APK的形式 从单一网站下载 根据网络安全公司诺文CS Novum CS的执行长T.姆鲁加森表示 那些没有通过Google Play Store或Apple App Store等平台下载的应用程式 会带来重大风险 而伊党的MyOnePass程式 其功能就包括了电子钱包以及账单服务 他指出这将会让用户接触到危险代码 而从平台以外下载的应用程式 也可能会从用户的装置当中窃取个人资料并泄露出去 他表示用户从官方平台下载应用程式会更加安全 因为这类平台会进行彻底的筛选 以确保应用程式不含任何有害软件 另一方面 软件工程师El Lara则建议用户暂时不要下载该应用程式 因为该应用程式存在极高的安全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